嘿 大家好 我是Bob 今天我們要來講一個很玄的話題 就很玄 I'm a lawyer That's my job That's what I do 就是之前大家也知道就是 有否希跟粉絲之間有一些紛爭 然後這個事情呢 就是由BOM版帶著那個粉絲到現場去 那這個事情簡單敘述一下 我相信大部分人都已經知道了 他的故事就是有否希 好像開了一間娃娃機店 然後在店裡面舉辦抽獎 就是有點像一番賞的那種抽獎 活動 然後他的獎品是iPhone 然後他的粉絲呢 就是因為喜歡有否希 然後有去到店裡面去玩過幾次 這位粉絲之前有中過一次iPhone 可是也有很多次是鎖魚而歸 就是連個毛都沒有 然後他主要的爭議點有幾個 第一個爭議點是說 粉絲說有否希他在簽 剩下可能100張或80張的時候 他會提高每一張簽的售價 第二個爭議點是有否希會留簽 接下來就是見證奇蹟的時刻 比方說像這一板簽賣到剩下20張的時候 他就不賣了 我把前面的牌都包了以後 我就沒有辦法包全部了 因為總是會留下20張 然後這個粉絲他前面都沒有抽到iPhone 所以他就會質疑說 會不會連有iPhone的簽都沒有 是不是已經被抽起來了 因為這個粉絲他是素人 然後他們之前有去先聯絡 後來不了了之 然後後來他聯絡上Bong版 Bong版他就是幫他出簽的錢 然後也帶他到現場去拍攝這個影片 然後其實Bong版影片 Bong版的頻道都可以看得到 還滿完整的 它裡面的狀況是 Bong版是在中途的時候才出來 What the f**k is this piece of s**t 然後其實Bomb板出現的第一時間 他是質疑有否心說 你怎麼可以提高最後這一批籤的售價 你這不是有點在削人嗎 這樣他覺得不厚道 以後的情況就是 當最後一張籤被也被開出來 因為Bomb板進來就包牌了 我直接包掉 160張我嘛 他包牌了以後 最後一張籤被開出來以後 他們發現說裡面沒有iPhone的錢 影片裡面Bomb板他後來就說 我不錄了我不錄了要走了 我也不想拍了 好不好那你們要怎麼處理 你們自己處理 他說不要拍了走 但是實際上在Blo要走了之後 他有想到說那個粉絲一個人留在現場 好像不太好 他一直有回去 據Bomb板的影片所說 他說他有要求有否希 把粉絲的錢退還給他 然後他的影片還是會上架在他自己的影片 大概事情就是這樣 這個事情的後續是這樣子 第一個問題是 就是一開始的時候有否希有暗指 這個粉絲他有藏籤 已經我一開始太開心了 我想已經講到覺得好像有點在 不是你喔 是覺得感到惡意在抹黑我們 他是有人來搞他的 所以導致這個事情很玄啊 很玄啊 就很玄 對然後所以 所以是這樣 然後 但是這個部分好像經過 網路上蠻多人去分析這個影片的內容 就是這個粉絲他的女朋友 跟他有交換籤的一個動作這樣 不過配合他們那個時候的錄音的聲音 聽起來應該是他們拿著那張籤 他們以為中了 可是實際上沒有 第二個爭議是 就是在Bomb板離開現場之後 據說這個粉絲他有帶他的朋友到現場去 然後跟有否希所要賠償這樣子 有點那個微視的意味在裡面 第三個點是在於說 因為這個粉絲他聯絡的對象是 反骨跟Bomb板 所以其實我們一般人 在他們不講之前 我們也不知道後面他們做了什麼 感覺起來粉絲他其實也是有所求啦 依據Bomb板的說法 這個粉絲他是一下子有發文 然後一下子有發影片 有些部分是Bomb板請他把他撤掉 因為他今天出面幫他踢爆這個事情 他不想要惹獲上身 不想要讓人家覺得說 這個粉絲是跟他穿動好就顯得了 那我是自己有看了Bomb板的影片啦 然後我並不覺得說這個是仙人票啦 我覺得他一開始只是去質疑說 你怎麼欠越賣越貴這樣 結果最後很懸這樣子 就沒有那個中獎的錢 奇怪了耶 還有一個點就是說 那個Bomb板好像前幾天有開直播說 他收到通知說他被告了 告的內容叫做恐嚇取材 他沒有講說是誰 因為其實傳票上面不會寫說告訴人是誰 但是他推測應該是有否希 這樣子 對 我先講幾個點好了 第一個就是說 賭博罪在台灣它還是一個罪喔 可能在某些國家他已經出罪化 或者是不會是刑罰 他可能是行政法課內 但是在台灣它是刑罰喔 賭博罪分成兩種 第一種賭博罪叫做聚眾賭博 賭博罪的傳統太陽就是 我在公然聚眾賭博 比方說在我在我家樓下的棋樓 露天就擺一桌麻將 然後現場關錢 或者是玩香腸啦 我說啊 你賭不賭啊 一樣賭就快一點啦 賭香腸啊 都好賭這個了 賭 賭博財物就算 這個情況之下它就構成賭博罪 賭博罪不中啦 它罰錢啦 5萬以下 沒有拘役 也沒有遊戲出息 賭客基本上都是輕罪 第二種太陽它是 它是否開賭場的人 開賭場的人它叫做賭博營利罪 就是它以營利的目的去經營賭博業 那它就沒有公然這個要件喔 它可以是在它的會所裡面 可以是在娃娃娃機店 或是在什麼奇怪的地方都可以 只要它有賭博財物 它有叫人來賭博財物 然後它有營利 這個營利也不一定是它的 收入跟支出要收入比較高 只要它有收入 在食物見解上面 它就認為它有賭盈利 這種情況之下 那個營利賭博罪 它是有機會被判到有期徒刑的 但是實際的情況不一定 會被判到有期徒刑啦 普通傷害罪都不一定有有期徒刑 然後你營利賭博 為什麼一定會有期徒刑嗎 不一定 如果是出犯的話 它是有機會可以移科罰金的 營利賭博罪罪中家賭博罪 一般賭博罪是罰賭客 那賭客的賭博罪它也只能罰錢 沒了結束這樣 然後營利賭博罪 莊家可能會坐牢 有機會但不一定 要看瓶礦 因為油否希它的一番賞的玩法是這樣子 你去買它的籤嘛 打開看有沒有中獎 然後有大獎有小獎 這樣 如果你的這個行為是有色心性的 那基本上它是屬於賭博的範疇 那油否希它的這個玩法 其實本身具有色心性的 因為它買籤花了錢 然後它有可能中大獎 也有可能是一龍 其實Bomb板在問他說 你這有點像博弈耶 的時候他也說 你要這樣講也算是 其實他也知道說 他的這個行為有點類似於賭 我們假定他的這個遊戲玩法是賭博 先不講他藏籤的問題 有或沒有我不知道啦 但是假設他沒有 這是一個正常的遊戲 在這種情況之下 他在他的娃娃店面 然後在網路上面宣傳說 大家來這邊玩我的一番賞的遊戲 抽iPhone 這個情況他就是賭博啦 他一直說這個店是店長的 他只是配合來行銷這樣子 但是一樣嘛 聰明的台灣人對不對 法律漏洞看了都說 你們不會鑽嗎 你覺得檢察官會信嗎 對 那我就不知道了 或許檢察官會信 或許不會 然後如果假設 這間店是 他是經營者的話 影片上面的內容 不就等於是他公然 去承認說 他有盈利賭博嗎 你不可以離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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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個情況是 他有沒有炸賭 炸賭可能等於炸棋 有否現在有沒有可能有炸棋 那我要先跟各位說了一件事情 就是賭博罪 盈利賭博罪 他跟炸賭 本質上 他不一定能夠同時成立 如果他是分不同人的話 他或許可以同時成立 但是如果今天就是這個特定的粉絲 某某星的身上 他來賭的這一次 炸棋跟賭博 未必能夠同時成立 未必 因為你炸棋是裡面沒籤 我騙你說有 然後你把裡面包牌 你發現他沒籤 然後我把錢收到口袋 那他裡面既然沒有籤 是不是代表我的色信性是0 你從頭到尾都收不到籤 這一點是我已經確定 你可能不知道 我確定 那他這個還算賭博嗎 沒有色信性 就沒有賭博 因為他永遠不會中 所以他成立炸棋的同時 不會成立賭博 了解嗎 在個案上面 但是有可能他昨天玩的那一場 是有人抽中 這個是賭博 然後今天玩的這一場 是他把錢先抽起來 然後沒人抽中 他心裡也知道 根本就沒有 這個叫炸棋 所以是二折一 個案裡面是二折一 但是以他的這樣營業方式看起來 有可能既成立賭博 又成立炸棋 炸棋他的要件 施用詐數 限於錯誤 然後交付財務 受有損失 所以他必須要從1234的順序來 定式犯罪 在這個案子裡面就是 粉絲問他說 這一包是沒開過 錢 這裡面有 有 他說有iPhone的錢 然後他去買 他去消費 他去買 但實際上 假設裡面並沒有iPhone的錢 或是被藏起來了 那這個行為 藏起來了這個行為 然後他跟他說有的行為 就是資訊不對等 嗯 就是有人在使用詐數 然後粉絲相信他 陷於錯誤 然後他就花錢跟他買這些錢 然後叭叭叭叭叭 可是就當他把全部刮完 還是連個屁iPhone都沒有 連一隻都沒有 連一根毛都沒有 那就是會構成詐欺 我覺得 如果這個鏈條可以被證明下來 嗯 是會構成詐欺 但是我們可以想見嘛 就是可能這件事情很玄啊 所以就是一定會有人認為說 哦 錢一定在裡面 只是不知道什麼原因呢 他不在裡面 嗯 所以我退錢給你 這件事情就兩 因為他有被抓到的 可能就這一次 那目前我們 並沒有得到訊息說 有否悉他 他有被 提告嘛 對不對 刑事的部分 或許有 但只是他沒講而已 嗯 但是如果有否悉這邊 他有找律師的話 我相信他的兩層抗辯是這樣 第一層他會否認說 娃娃機店是他的 一般上也不是他辦的 他只是在旁邊畫什麼而已 具體執行內容 我不知道 一樣 他是打掉故意的這一塊 他要打掉主體這一塊 要關別人 要罰別人 要判別人 判別人 不要判我 嗯嗯嗯嗯 那第二塊可能會是在於說 我以為裡面是有籤的 但裡面沒有 所以我主觀上面 沒有把籤抽出來的問題 被害人可以說 那你可以公布那個店裡面的監視器 就是我想要看那個被抽走的那幾支 他可以請他提供 他可以說 喔對不起 我們也不知道 那個是人家買走 他玩完就丟了 我們熱色找到處理 那多久以前的事情 我們不知道 嗯嗯 然後錄影的話 就是說錄影紀錄 我們沒有保持那麼久 刪掉了 我們只有粉絲來了那一天 他已經全部提供給警方了 嗯他的模糊空間在這裡啊 那人家就會說 這個事情是不是受到無罪推定啊 的確啦 可以這樣推啦 但問題是 跟剛才賭博的情況一樣嘛 就是說這個要看檢察官的行政 他會去看一些更細的證據 來判斷有或沒有 對然後 共版說他收到傳票 然後內容是說 他被提告恐嚇取材 因為你要講一個人有沒有觸犯刑犯 你要具體特定 他在某年某月的哪一個行為 他要具體到這麼具體 檢察官才有辦法判斷說 這個行為夠不夠成恐嚇取材 恐嚇取材他是要以惡害告知啊 今天的他的那個 不管是退款也好 或者是這個粉絲 他自己後來找人去要求 娃娃機店給他更多的賠償 嗯也好 嗯 這兩個都有財務交付 那關鍵點就在於 前面是不是有恐嚇的行為 那BOOM版他有沒有恐嚇 我覺得 我覺得BOOM版可能比較好說 第一個是他的攝影師 嗯 攝影師是從頭到尾跟著他走 嗯 然後他們啟動這個專案的時候 他們一定有專案人員 嗯 會幫他們策劃說這一期怎麼拍 所以他們其實去幹嘛 然後跟粉絲之間互動 一直到現場互動 傳這兩個人來當證人 就好了 BOOM版有沒有恐嚇取材 我覺得他沒有啦 因為他連在現場 就是發現少一根籤 他也只說 我覺得你這個人蠻扯的耶 他也沒有講一些更難聽的話 然後他現場離開 到這裡好像都有錄影 後面有沒有錄影我不曉得 但是他可以提交前面錄影的部分 因為那個他在自己的影片裡面有說 他當天已經跟粉絲達成和解 這是他講的喔 那和解的意思是什麼 和解的意思是 你情我願才叫和解嘛 那粉絲情不情願我不曉得 但是有否希自己情願 他把錢給粉絲是 他自己情願他和解的耶 那跟BOOM版有什麼關係 他沒有講啊 他沒有講說BOOM版 逼我跟粉絲和解 他第一時間的影片不是這樣講的 他講的是說 當天他與粉絲達成和解 不知道為什麼粉絲會來要找人來圍他 但是假設他回去店裡面找粉絲的這一段裡面 他的確有說一些恐嚇的話 比如說 比如說 你今天不給個交代 你今天不拿錢出來 我就要讓你身敗名裂 這個 我覺得就有點危險 但我不曉得他有沒有講這個 但是無所謂啦 因為反正看起來就是有錄影帶在 這樣子 那判斷就要交給檢察官 我們現在會覺得說 到底有或沒有 好奇怪喔 這一段的原因是因為 我們手上沒有全部的證據 有的會把他拼湊一下 時間線列一列 結果心裡就有數啦 然後至於那粉絲他後來找人去圍 然後說要給錢 這樣子 那一樣 看油膜去店內錄影帶 我記得主管機關是不是有一個行政規則 去規範這個事情 你要開娃娃機可以 但是你要每一個娃娃機 你都要設定保夾金 所以你現在基本上出去看 每一台都有保夾金 我覺得他有幾個問題 第一個是人家娃娃機靜靜的矗立在那邊 他也沒有跟你保證說這裡面是iPhone 如果他有的話 那就會有問題 那如果他沒有的話 只是讓你誤會說他是iPhone 或者是他在真的iPhone的盒子裡面裝了一塊 這樣的行為 我覺得才有問題 如果他今天並沒有跟你保證說 這裡面是什麼品質的藍牙喇叭 對 或者是什麼樣大品牌的手機 你夾出來是什麼就是 你了不起就是下次不要講 所以再爛都可以 爛的定義不是那麼的明確啦 可能一百塊的喇叭 有些人用得很開心啦 然後有些人覺得一萬以下都是垃圾啊 對不對 說好像有套 是啊 對啊 所以這個很主觀嘛 你自己去看嘛 如果你這個牌子你都沒看過 你會想要投10塊去講 不會吧 要不然你還想怎麼樣 找到退錢嗎 對 哈哈哈哈 沒有 這就是當作覺得 幹 對 保夾之內他怎麼亂搞都可以 可能會有那個人不小心投了10塊 可是他發現他就是這樣嘛 那你就是說啊這個不好玩啊 我們去玩別台這樣 現在的法規我看起來是可以 因為他有設保夾 現在法規一直不然用保夾 如果你要說這個機器呢 他每五次都一定要 很用力的夾一次 你這個你要怎麼去勾集啊 台主這樣的行為 可能只能靠消費者去對抗他 就是我不玩啦 可以了吧 我不玩了 對 你要軟弱的時候 你就我就不玩 市場機制會懇罰他嘛 就是不會有人投錢去夾 台主不樂見作弊 而且他放娃娃機在那邊 是希望大家用正常的玩法去玩 而不是作弊的玩 但是因為今天 你是對娃娃機做這樣的事情 所以不會有詐欺的問題 那在法律評價上面 他比較像是竊道 公仔在娃娃機內 他還是屬於 台主的持有狀態 然後你今天你去把 台主的 破壞台主的持有 然後等到他掉出取物口 你用磁鐵吸好了 掉出取物口 然後你建立自己的持有 然後離開 它不就是一個典型的竊道嗎 比如說 他抓到一個Mega 他就用夾子去撞 後面的布景板 或者是 層架 然後讓那個層架整個垮下來 啪 然後就 娃娃就掉一串 這樣算不算竊道 我覺得這不算竊道啊 因為你機台 他只要動機台的桿子 不是嗎 對啊 那是 那個台主 他是以為什麼 我把布景板弄紮死一點 可是他會說 可是你沒有照我的玩法 我的玩法不是這樣 不是讓你是撞我的布景板的啊 他的玩法旁邊應該要貼 如果他覺得 不能撞布景板 他就在他的娃娃機上面貼說 請我用夾子撞布景板 他可能沒想到啊 沒想到有人會這樣用 但他沒想到就是他的錯啦 要不然他要怪消費者 那這樣子跟剛剛那個磁鐵 有什麼差異 而且磁鐵是屬於外力啊 你娃娃機 你在怎麼用 就跟那個 我們打電動好了 嗯 假設你打電動的時候 你發現一個Bug 嗯 然後你去參加世界的電動比賽 嗯 然後你在裡面用了這個Bug 人家會說你走 規則又沒寫 我是在規則裡面利用Bug 實體也是 我去參加世界比賽 我拿了一個外掛機台來接 我用了一個那個 六手阿修羅的 就是六隻手會幫我 一起按超速的那個鍵盤 這不行啊 這當然不行啊 一個是外力 一個是他本身內部的Bug 我覺得要玩遊戲的話 他主要 你不要想說 你要靠玩遊戲 拔掉他自誤 如果我們今天 不想得那麼沉重 我們也不覺得 我們這個行為是賭博 我們就是圖個開心 想去賭賭看運氣 那就玩啊 就跟我們玩公益彩券一樣 但是如果你覺得 你這個遊戲 已經讓你不開心開始上火了 夜火焚身的時候 那個時候開始上火 你會想到說我要砸錢 我就算虧本 我也要那個 把他這個東西拿回來 沒關係 我跟你賭 這個時候 你就要跟自己說喊停 我能送給你的話就是這 因為所有的人 就是在夜火燒生的狀態之下 都會做出一些很可怕 還是腦衝很奇怪的事情 那為什麼不要進入這種狀態咧 一番賞也好 景品也好 娃娃機也好 牛蛋 莊家永遠贏 對 所以他不會做虧本的買賣 你會贏 那是因為他讓你贏 然後他想要讓你輸 也就是分分鐘的事情 所以不用去跟他賭 你還有你自己的人生 玩遊戲就開心就好 對不對 絕對不開心的話 請馬上離開 就是去找別的地方玩 對 我會覺得這樣子比較健康一點 不要留在傷心的地方太久 好 以上就是今天的分享 現在今天的分享對你有幫助 那喜歡的話請訂閱我的頻道 記得按讚 記得轉發 那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